字幕志愿 四十八人团队紧急扩充到一百四十多人 还不够还得加班两小时全力排解 在纾困的时候 大概电话最多一天大概是六千五百通 现在大概一天会到九千多 有时候会到九千四百通 那因为现在电话量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还在持续增加人力当中 民众对三倍券疑问 最多人紧张自己资格符不符合 第二是领取的方式 排行第三的问题后来居上 再问数位如何转值本 就是喜欢这种把钱抓在手上的感觉 民众消费习惯 加上许多店家就在门口贴上 欢迎使用纸本三倍券 限定就是收纸本三倍券 然后当现金使用这样子 然后让客人觉得说很方便 眼见为凭才真实原本规划 印制一千两百万份纸本券 经济部加码再印五百万份 花钱 这样的快感 民众觉得 会比刷一下更有感 三十七五年代表全联邦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